苗栗37岁张小姐今年2月搬入新居 不到一个月突然在家中晕倒 就一检查没有发现异常 然而返家后几天又陆续晕倒三次 前有两次还伴随着大小便失禁 直到静置因为头晕耳鸣全身冒汗 而先卧床休息 被家人发现她一时不清觉不醒 紧急由救护车送医 幸好急诊医师警觉性高 察觉是一氧化碳中毒常见症状 检查发现患者体内一氧化碳浓度高达36% 马上安排高压氧治疗 大千综合医院医疗副院长蔡建宗说 在我们这个个案里面是比较特别 它是因为一氧化碳中毒所导致的晕倒 那其实在临床上我们很罕见遇到这种情况 和张小姐同住的家人后来检查 也发现有一氧化碳中毒 只是症状比较轻微 医师问诊发现 患者家中热水器装置在阳台半开放空间 且张小姐四次晕倒都是在使用热水器之后 蔡夫院长提醒民众 热水器一定要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并定期检验 室内也应保持良好通风并安装一氧化碳侦测器 才能确保安全